三代传人 他是我们董珍的第三代传人 也是国际真教大师李国正教授的一波传承人 同时也是全真教华山派的养生回生功的第二代传人 也是我们清朝运医周成清医师的学术继承人 林教授本身是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本科技研究生毕业 同时在中国和香港都是注册中医师 我们就欢迎林教授 希望他能够欢迎林教授 给我们带来这样子非常有实用性的分享 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的林教授可以的 首先感谢学林冰峰老师的主办 也谢谢谭老师的介绍 谢谢你 很高兴 学林英国又多了胜利军 这么好的一个帅哥 谢谢大家来支持 我在这个学林冰峰老师的支持下面 去年到了欧洲 荷兰 甚至英国 今年去了加拿大跟美国 下半年11月11号 到澳洲墨尔本 然后明年的1月11号 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吉隆坡 这都是这个冰峰老师在后面当推手的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冰峰老师一直在后面的支持跟鼓励 我们上一次在澳洲讲了一个公益课讲三思病 这次大家一直跟我讲说对于开心针应用 好像是还是有一些疑问 大家对应该忘忧针这个加 基本上临床应用应该是比较到位的 那这次为什么我会特别选这个题目呢 这次因为我上个月我到了尼泊尔加拿满都去医诊 一个台湾一个无国界的医师团 有四位牙医 两位中医 两个西医 那全团总共有50个人 那我们这次去做这个医诊 这是一个孤儿学校 有800个孤儿 还有工作人员加起来 大概说将近快200个人 那我们这次去了5天 连续5天一诊 每天要扎很多人 结果因为小朋友嘛 基本上都怕疼 都怕疼 那我们呢就用 其实我们出访前呢 我们带了8000支针 小时候反正有 最起码有800个儿童嘛 对吧 那如果都要扎的话 肯定8000支肯定是不够的 结果去到那边去之后呢 800支针都没用到 那还好我因为以前我帮我女儿 在处女的时候呢 我都用这个磁珠 日本那个磁珠 我觉得这个倒是还蛮好用的 还蛮好用的 那我想既然小朋友怕疼嘛 那因为他们那个教室也不是很大 一来大家挤在那边水泄不通 所以我就临近一动 好吧 我就刚好有出发前 我老婆跟我讲说 叫我多带一些磁珠 可能用得上 我总共带了15包 那为什么讲这个开心针呢 因为开心针我们以前 上一堂课我们说过 开心针可以治疗什么 忧郁症 对吧 也可以治老人痴呆 那这个我想在 临床上面很多这个中医师呢 也反复印证确实有效 但他其实他的适应证还是有很广的 这次我去了之后 我所有的人 我全部都是用开心针做底方 然后再去做夹减 效果确实这个特别特别 就让我 因为以前我基本上都是扎针多 蜘蛛用的偶而备用一下 但这是因为环境受限嘛 然后小朋友也怕疼 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一个一个扎 那速度太慢 大家在那边等半个小时 那基本上大牌昌龙了 那我们呢就 其实这个开心针呢 我先讲一下 大家那个图上有吧 这个看得到 这开心针呢 有分手开心跟足开心 那手开心呢 就是三肩穴加手三火再加中白倒码 那足开心呢 是三重穴加足三火跟人黄倒码 那大家不用紧张哦 如果是第一次进来听的学员 这个到时候那个处方啊 什么到时候会 还有位置啊 功效都会放在圈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 那这个开心针主要 我以手开心为主 以手开心为主 所以就是三肩穴加手三火 还有中白倒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中白倒码 就是这个中白穴 然后点三个 一二三 这是中白倒码 那这里呢 是三肩穴 一二三 然后在这边这个 哇 这掉了 这里 看到吗 这个是手三火 双侧的手三火 那这开心针呢 记得到按完 就是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开雪 没有开雪效果 会大杂折扣的 大杂折扣 这个开雪 就是我们这个 这里是天突嘛 天突旁开 大概两寸的地方 在胸锁乳突击 胸锁乳突击 跟锁骨连接处 这个地方 有一个起止点 起止点 就这样 一二三四五 左边按完 按右边 锁骨 不要离开锁骨 一二三四五 OK 那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叫开心者 当时其实我有严重的忧郁 有严重的忧郁 三年一直觉得不开心 一直觉得不开心 那试过任何的方法 都没办法让自己开心 晚上也不能睡 要到凌晨六点才能睡 所以我曾经有一年时间都在挣扎 早一点睡好了 躺在那边 躺了半天 还是睡不着 一定要到六点才能睡 所以真的是痛苦万分 痛苦万分 以前其实我在上海 应该讲说来找我看病的 大部分都是跟忧郁有关系的 所以那么多年 我从99年去上海 19年我大概15年生病 15年生病 所以你看中间其实有很多的精神疾患 不能睡觉的 或者是心情郁闷的 就是说很多贵妇 他们说很奇怪 早上不起床 然后下午大概两三点才起床 然后就去跟朋友喝下午茶 喝咖啡 谈是非 然后再来晚上回家睡不着觉 要哭一场 哭了之后才能睡觉 所以我觉得来找我看病 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这些类型的 所以之后 不好意思 之后我累积那么多年的 应该说负能量吧 负能量 所以一直没有好好的去处理 虽然平常有一些念经 打坐 气功 但年轻力胜还可以 到后面身体就受不了了 我自己有一次就觉得胸口悶 大概悶了 看应该有两三年 怎么样都好不了 那一次我记得我就是像这样子 正经为座 看《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里面杨过跟小龙女 杨过突然讲一句话 叫做 咕咕开心 所以我开心 那我一下子被重重的打了一拳 什么叫咕咕开心 所以我开心呢 杨过的开心是建立在咕咕开心 她才能开心 那我呢 我的开心又建立在哪一个咕咕开心呢 是我妈妈 还是我老婆 还是我女儿 反正搞不清楚 但是总是有一个 我们一辈子都是在为一个对象在努力 希望得到她的认可 有可能是你的妈妈 也有可能是你的老婆 甚至是你的女儿 我觉得可能这三位一体都有吧 那当时我突然就 因为我自己有学 还有这个学一个叫感象疗法的 那她可以把全身的这个经脉全部推开 所以我的肌肉基本上是不疼的 那一次刚好听到这个 咕咕开心 所以我开心 突然摸到这个地方 哇 这个怎么那么疼 疼死人了 结果我就因为疼 反正中医讲嘛 痛则不痛 不痛则痛嘛 对吧 然后我就把它推一推 一推 那时候还没有扎针 那时候没扎针 那只是推 一推了之后呢 就感觉这边有一股压胸的气就散掉了 所以我在想到 这个骨头叫 这个骨头大家都知道叫锁骨嘛 那因为我在那个混沌状态的状态 我突然问自己 难道不能叫屁骨吗 能不能叫屁骨 不行 或者叫骨骨 也不行 它一定要叫锁骨 对吧 那既然叫锁骨 到底什么东西被锁住了呢 怎么样 心被锁住了 所以我就要开锁 为什么这个锁骨嘛 你把这个一节打开了之后呢 那个气一下就散掉了 其实这个地方很重要的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老师跟我们讲了 基本上从头到脚 很多肌肉我基本上都能放松 但从来没有去放松过这个肌肉 这个胸手鲁足鸡的下端 其实这点 我觉得透过扎针的基础再去开血 那其实能够让这个效果乘以三倍 乘以三倍 那在开心针 手开心 三肩穴加手三火 还有中白捣马 中白捣马 那这次讲到 这次我去尼泊尔 其实不是只有帮这小朋友看病而已 我们还有我们那么多五十个 有八个医生 这个四十个志工 去到那边都是怎么样 胡吃还喝啊 第一天就有人挂钙了 第一天就有人挂钙了 然后就那个上吐下血 然后头晕脑脏 那之后呢 我们有带一个蒸气伞 就是霍香蒸气 霍香蒸气 吃了之后呢 就帮他贴这个尺珠 然后开血 那就帮他处理一下 隔天呢 又生龙活虎 就生龙活虎 甚至有很多这些志工 这些志工 因为尤其是牙医啊 牙医呢 就因为他们那个设备 没有什么床 就拿木板当床 然后躺着 然后头上弄个枕头 那牙医 带口罩 带面罩 然后这样帮他们处理 那连续处理五天 我看他们都是腰酸啊 背痛啊 腿疼啊 然后这个头晕眼花的 之后呢 我就用这个 一样用开心针 就是用埋针的形式 埋针的形式 那左边右边 那如果说他有什么 腰酸啊 背疼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其他的穴位 都能达到立竿见影 都能达到立竿见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值得去 临床上值得去推广的 值得去推广的 好 那再讲一个 竹开心 竹开心 竹开心呢 是三重穴 加竹三火 再加人黄倒马 到时候那个穴位呢 再贴给大家 再贴给大家 那我们临床上面 这个开心针呢 开心针的硬用 那第一个 第一个 它可以放松全身筋骨 放松全身的筋骨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 只要脖子一僵硬 我们背脊啊 这个就整个都是僵硬的 都是僵硬的 那临床上我们比较使用 隔温汤 隔温汤 这个足太阳膀胱经 足太阳膀胱经 所以这个对于 对于这个放松全身筋骨 非常有帮助 那就可以治疗什么 腰痠背痛 甚至五十肩 还有什么 颈椎病 这次也是有一个患者来找我 他是五十肩 那之前我就帮他扎针 也有效果 但是呢 效果就是有扎有效 没扎呢 又回去了 又回去了 因为他们一个礼拜才来一次 所以效果肯定是有 会打折扣的 那因为我去了尼泊尔嘛 我觉得这个开心针对这个 有全身筋骨放松 很有帮助 我就用这个五十肩 就是开心针 加上对侧 侧山里 侧下山里 还有三重穴 跟梦流木斗 一扎了之后呢 他觉得马上就松掉 马上就感觉上整个筋就没有那么紧了 所以我们其实处理很多问题一定要先把肩颈一定要先放松 很多的问题也就能事半功倍 事半功倍 那有很多这次也是有一个在地诊的有一个患者 就是头痛 头痛 然后颈部也是很紧 因为去那边嘛 晚上都没睡好 晚上没睡好 那我就也是帮他用开心针 帮他贴网 就是持株贴完之后呢 持株贴完之后再帮他开穴 也是这样 就是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这个 一样的 就帮他开穴 开完穴 当下就觉得头轻松了 当下就觉得头轻松了 所以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 当时我记得我开始用开心针 帮我自己处于什么问题 有一次我可能就回当时18年 回上海 要重新回上海职业 那我那个学生很高兴 请我喝酒 喝酒 那天就很开心 两、三个人 喝了三瓶红酒 隔天早上起来就感觉 那种半边 就觉得很难受 很难受 那我就因为有宿罪嘛 那我就扎这个手紧 扎手紧 手紧 然后脖子栓嘛 我就扎这个三肩穴 然后甚至什么 这个大罪这一段毒术 我就扎手三祸 手三祸 马上扎 马上就松掉了 马上就松掉了 这个真的是蛮神奇的 那打到这种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 那好几个人我帮 前阵子好像我在群里面也有分享一个人家问我酒醉如何处理 其实这个我们针灸是有禁忌 有禁忌 喝酒后是不能砸针的 但是隔天他如果还有宿醉的话 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用酒醉处方 酒醉处方 就是三肩穴 就是我们讲的开心针 去掉棕白 然后砸什么 收剪 然后砸收剪 这个效果确实是马上能够怎么样 立竿见影 好 再来 第二个 开心针 还可以怎么样 帮我们消除疲劳 增强免疫力 然后可以怎么样 其实可以促进睡眠 可以促进睡眠 有很多失眠的患者 刚开始扎忘忧针有效 先扎 一般如果失眠的患者来找我 我都先扎三次的忘忧针 加心灵穴 然后之后再扎三次开心针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效果呢 是比较能全面的 比较全面 比较全面 所以呢 这个我们开心针 其实也能够促进睡眠 促进睡眠 第三个开心针呢 它可以改善头部工学 改善头部工学 然后甚至怎么样 帮助怎么样 降血压 所以它可以治疗什么 头痛 眼花 包括什么 高三症 我其实在上海的时候 我曾经带很多学生弟子 还有患者去 去藏地朝圣 甚至去拉萨 那我有一带一群人 这个都是一群人 差不多三四十个人 那小的三岁 大的呢 八十岁 他们都跟我说 阿东老师 如果你去 我就敢去 这个我压力呢 实在是特别特别大 但是众生有心愿嘛 想去拜佛 甚至去看看大好河山 那我们也就是硬着头皮 就答应了 但是去了之后就知道 其实很容易有高三症的 也会水土不服 甚至很多 这个突然怎么样 天雨路滑嘛 很容易滑倒 很容易滑倒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背怎么样 要背很多很多的 这些保健用的 包括贴布啊 包括这个 我刚才讲的 预防水土不服 有震气伞 互相震气伞 那还有针灸 还有反正很多啦 那一路上真的会 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我带一群人到的 这个拉萨 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寺院 应该是那边最高的寺院 大概差不多将近快四千多吧 四千三百多 那大家呢很高兴 那一下来又奔又跑的 不到十分钟 他的女儿就跑过来找我 阿中师傅 阿中师傅 我说什么事 我妈妈不行了 她妈妈不行了 然后我去看她 她已经平躺口口白沫了 那我们就用这个 用急救的方式 就是这个 我们有一个方式叫捏小腿 捏小腿 这个一捏了之后 因为我们中医讲 小腿就是我们的什么 小腿脏就像做心外的一个磅 我马上捏 包括 先帮她掐手指 用力掐 然后掐人中 然后掐人中 那之后捏小腿 反复 甚至帮她开穴 差不多三分钟吧 她就又起来活蹦乱跳了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套 下号针法有一套 这个急救 急救三药穴 急救三药穴 这个叫上中下左右 很重要 突然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 叫做上中下左右 逍遥急救三药穴 上中下左右 什么叫上中下左右 上 头上 就是我们的人中 中就是我们的手解 手解 两侧 你看她哪边痛 就掐哪里 手解 再来就是下 就是捏小腿 左右就是开穴 左边翻三次到五次 那个人马上就会醒 我这个急救上面 我们确实是很有经验的 很有经验 包括我们在尼泊尔 就很多很多的 我认为也是小朋友 差不多18岁 因为会去的大部分家里都是医疗单位的 爸爸妈妈是医生或者开医院的 所以他们都很有爱心 但是他们没有医学尝试 所以一到了尼泊尔之后 感觉很开心了 当天晚上就去喝酒了 去喝当地的水 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隔天就开始上吐下泻 甚至发热 就好像全身瘫软 那我就帮她处理 一处理就马上好了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 也是我们这个算领队吧 领队 也差不多30岁的女孩子 那她是我一个师弟 一个林医师的这个西医的助理 本来前面三天都是好好的 也是很认真 突然一下人说她上吐下泻 然后整个强筋卵 鬼哭神好的 那他们也没办法 然后就马上来找我处理 我也是用这个 就是蜘蛛 蜘蛛 先帮她处理之后呢 然后我只有能量笔嘛 然后就帮她放在肚子上 三只能量笔放在肚子上 然后帮她捏小腿开穴 就是人中手节 就全部都帮她做一遍 大概30分钟之后 她开始就不哭了 那一个小时之后呢 她就 那因为我们有带一个正气伞 这是我到全世界各地都会带的 我就叫她一次吃一瓶 然后给她三瓶 就隔天开始呢 就隔天就是我们要走了嘛 她又开始当主持人 有效又有效又跳又干嘛的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是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急救啊 中医其实在急救上面 也是非常有效的 你唯有在急救上面 能够说明问题 你才会有信心 不是说 因为你想在 不管在印度也好 在藏地也罢 对吧 你除了藏地 除了西洋以外 没有别的方式了 那其实 如果你不懂的话 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 这个会一命无忽的 所以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那我也常常跟所有的 那个朋友讲 如果说 有时候我们这样睡觉的时候呢 会抽筋 甚至会心梗 其实很多心梗 我觉得也跟受寒 也很有关系 甚至高原反应 也都会引起这个心梗 那我之前有 有一次我是在云南昆明 然后去上课 去教懂真 那一次呢 我大概下午四五点到 他们去接我 接完我 帮我接风洗尘 就是带我去吃好料 三铲 也蛮好吃的 之后呢 就陪我到酒店去聊天 聊一聊之后呢 11点 我说那我明后天要上课 那就先休息 结果我第一次痛醒 怎么痛醒呢 我就是前胸痛到后背 前胸后背 然后脖子整个半边 就全部都痛到这个 连话都说不出来 那第一个当下 我就记得手解 就是手解先按 哪边痛按哪里 按按大概两三分钟之后 稍微缓解一下 能喘气了 我在想说 我现在怎么办 是要扎针呢 还是要放血 扎针要扎什么 放血要放哪里 突然我就想到 就把东宫给他吃一下 就我这条小命 那我突然想到 我有个弟子 曾经还演一条鲍哥 他想到又要放弃疗法 放弃疗法 那我还想到 既然那就拿 原本我们用针丢的针 我觉得那个太痛 本身是有糖尿病 所以我常常要测血糖 我就测血糖那个针 然后就轻轻点 哪边痛点 因为我们只刺激 我们的毛孔 刺激毛孔 当时我会想说 要放血 我一个人其实那也不方便 我们先拿那个反应 先放弃好了 就让它先 哪边痛就弄哪里 大概从头到前后面 大概三分钟吧 我就助阵全消 我在想说 这个治痛效果这么好 因为我认为 第一个是 可能应该是水族不服了 再来第二个高原反应 再来梗的受寒 第三个导致突然心梗 我没有心脏病 没有心脏病 但是我用了这个方式 我去处理之后 我觉得速度真的是特别特别快 特别特别快 我觉得这是以前我们针灸自痛 我觉得速度也算是很好的 像我们走到全世界各地 很多的中医师 都基本上都是用针灸来止痛 但其实针灸的适应对 有很多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懂事针灸 这个放弃疗法 我觉得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诸位也可以试试看 其实我觉得它是前表的一个刺激 前表一个刺激 而且不用留学的 上次我记得我在哪里 在美国 美国有一个医师姓梁 梁医师 他也是我们学龄 群里面的朋友 他本来是要到加拿大去上课 这来不及了 时间我到美国 他就过来 他技术也是非常好的 我看十五六个患者 他来找我 他就很热情 就要当模特 他就先举手 他是右边的高慌跟痛一直看不好 他说阿东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治病 我说我不治病 但是刚好在上课教大家的时候 我演示了一下 我就帮他教他们怎么处理 一共他自己回去也处理了 总共处理三次 他就上完课就回 好像是田纳西州 回去之后大概过一个礼拜 他跟我在群里面分享说他的肩痛 肩痛背痛完全好 所以这个也是无心插流了 但是他就觉得放弃疗法非常好用 自己也可以 你哪边不舒服 都可以处理的 治病不求人 我自己有三年的忧郁症 三年的忧郁症 重度忧郁 一句话都不想讲 现在能够再回来 我也是十分感激 十分感激 这个老天爷给我放生 关于菩萨救我一条小命 那我误出了一个道理 自己的健康谁来负责 自己的健康谁来守护 自己的健康谁来治 说实在话 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是缺医少药 那缺医我讲的是缺什么 良医啊 能治病的医生真的是不多 这个很多这个 大家不管你是中医 本科研究所毕业的 或者是西医 其实有很多西医也来跟我学懂真 那我说你们为什么来跟我学懂真呢 他们他说觉得这个疗效 没办法满意 虽然他科学 但科学也有讲不清楚的时候 所以他们也来跟我学 这次我去尼泊尔嘛 那有我们四个牙医 两个中医 那另外一个中医是我师妹 他也跟我学校的针法 那还有两个西医 那在临床上面 就是说他们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们觉得束手无策 能用的东西不多 他们这样在尼泊尔 他也不能 你有可能送到医院去吗 可能本来是半条命 一条命都没了 你在那边你能相信他那边的医疗 医疗支援吗 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等于自己有一套自己自救的方法 所以我说我患者生病来找我 他们生病可以来找我 那我生病我找谁呢 我谁都不敢去 那我在上海有一件小小名气 你去找任何一个人 可能西医不认识你 但中医有一些 因为大家都是同学嘛 对吧 就会不会说 你这个阿众老师浪得虚名 虽然我们那也是虚名 没错啦 但是总是 我其实回来台湾 也有很多的有名的医生来找我看病 他们也不敢去随便找任何人 反正我阿众老师在台湾 名气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一般来找我的那些医生 名气都比我大 但有很多我觉得都是有忧郁的问题 有忧郁 因为我们接触了很多患者 也会很少人 大部分的人都教我们怎么样 如何去治病 但很少人教我们如何明哲保身 所以我 其实我到全市各地去教 董事针灸 想要针法的时候 我是现身说法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们是医生嘛 对吧 这个如果说 你没办法挡这患者的病气 那你出事是早晚的 就像我在怎么念经 这个做功德放生 这个反正很多 我基本上都去做 做的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但最终你一天看十个可以 我一天看 最多看到五十个的时候 我已经只想睡觉了 到最后面连睡都睡不着 连睡都睡不着 所以这个主委一定要多多注意 多多注意 好 接下来再讲下面 所以它可以消除疲劳 增强免疫力 所以我在帮很多人处理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自己 就像我今天 我今天自己贴了 其实这个真的对于头部的工学非常好 尤其对眼睛 所以我为什么说它可以治疗头痛甚至什么眼花 它有一些高三症 高三症甚至高血压 高血压 因为它有改善头部工学 它也能有降压的效果 最近我帮李老师 李国正 李老师 他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我刚好去找他的时候 他血压很高 早上起来是199 下面好像是100 他的家人先帮他放学 大概降到上面是150 下面90 那就降不下来了 那老师就叫我帮他 赶快帮他扎针 那我帮他扎什么呢 我帮他左手扎开心针 右手扎忘忧针 脚底就扎足开心 足开心是三重穴 足三火跟人黄倒马 那我把这个人黄倒马 改成脚底的三症穴 就这样关 跟穴有关 三症穴也是同胜的 我们有很多高压降不了的 就是扎三症穴 扎三症穴就会比较疼一点 会比较疼一点 那扎完之后 一二一一五八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临床上面呢 也是遇到的非常多了 诸位也可以去试试看 去试试看 那因为我们常常 很多患者 我们今天的疲劳 不要在他们贴 今天晚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扛在肩上 那所以我希望 所有的这些医师呢 今天帮患者处的衣服换掉 对吧 然后洗澡 冲一冲之后 把那浊气先洗掉之后呢 然后帮自己 按那个开心针 开心针完了 就按一下这个 我们的开个穴 开完穴之后呢 捏一下小腿 捏一下小腿 那让自己的气血循环 能够转开 然后第一个消除必要 第二个能增加免疫力 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于 我们要长期职业 这至关重大 至关重大 好 我们休息个五分钟吧 我喝个喝杯水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 林教授这上半场 对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暂时 休息五分钟 各位也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就说他不能怎么样 不能碰水 碰了水之后呢 就比较麻烦了 碰水它就会烂 所以呢 冰封老师呢 我跟冰封老师探讨一下 我们大概十个小时 就把它拆掉 让他休息一下再贴 每天换 每天换 21天之后呢 就感觉很多 本来做不到的 包括记忆啊 你甚至跟他讲什么 他可能隔天他就都忘了 那你帮他贴21天之后呢 就慢慢记忆啊 很多东西 他本来不会说的话 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就能够恢复 这确实是老人的福音啊 老人的福音啊 就是所谓自失眠 自失眠解忧郁 解忧郁 最下面自失眠解忧郁 预防老人痴呆 那如果单纯只是忧郁症 我觉得用手开心 也就可以了 因为他可以改善头部工学 头部工学 那其实很多人 现代人为什么忧郁症会那么多呢 忧郁症会那么多呢 其实呢 其实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是低头足 就是假设这个手机 每一个人都这样 走在路上 过马路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就我常常开车的时候呢 看年轻人在过马路呢 他就是这样子 反正就手机拿在前面 然后这样低头就看 那你车子要过来的时候呢 他在摇头看看 好像就说 呵呵呵呵 转过来没事 所以呢 每一个人听说低头足 长期低头呢 我们的这个 基本上就是颈动脉就压破了 凶手辱足迹压破了 紧张完就压破我们颈动脉 颈动脉呢 就导致我们颈动脉 是我们80%的头部工学 都是靠颈动脉 所以这样一压 每一个人 男女老少 没有这个不犹豫的 甚至就是离不开手机啊 像我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这个上班无聊 没事就是拿着手机 那边滑滑滑的 一下子拿手机 我出门 你没带手机的时候啊 真的心会慌 心慌啊 然后这个现在又是 短视频的时代嘛 每一个人呢 基本上都已经 focus就很难集中了 因为头部工学 你要强大的刺激 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这叫什么呢 这叫穷开心 什么意思呢 大家平躺嘛 平躺 他躺得住 如果没事你也躺不住的 他一定有一个开心 才能够让他持续的躺着 所以躺着滑手机嘛 在滑的过程程当中 释放什么 多巴胺 多巴胺开心 就是穷开心 所以呢 这个要真的 你要把这个 所以每一个人这个地方啊 都是特别特别重 你只要这个地方的 工学不改善 其实治病效果是大打折扣 效果大打折扣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现代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失眠 失智跟失心风跟我们这个3C产品过度实用有关 所以这个也要多多注意 你这家界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十一住行娱乐都跟手机有关 包括赚钱 包括你所有的讯息全部从手机来 包括我们直播 也是都是靠这个 那很高兴 这个时间刚好 那这个大家呢 能够这个大家试试看嘛 看我说的对不对 那也可以这样 当然扎针呢 我觉得有扎针的效果 磁株呢 是因为它有它的方便 你如果说我们平常要 这个帮人家看诊的时候 其实你贴着不影响你的看病 不影响你的看病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林教授 这么详细的一个分享 对于我们手开心 这个学校证法的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林教授整个这一次分享呢 其实角度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 因为大家可能之前的分享 多数都是从临床应用啊 如何去治病人的角度 来进行一个讲解也好 或者是学习的这种介绍也好 但是林教授上来是 健身说法 所谓健身说法 从自己的一个经历 然后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在我们病人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要保护自己 那这个对于我们 像我这样的一个新意识来讲 确实是从未想到的一个角度 那长远来看 也是这种有经验的前辈的一个色彩尊尊教会吧 对于自己一个生活经验的一种分享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答疑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有15分钟左右的答疑时间 好好的等一下我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的王军 王军医师他有问说这个人黄倒马怎么扎 扎针这个可以拍给大家了 但是你说人黄倒马就在人黄穴 你先听我讲人黄穴 你找到人黄穴之后 上一寸下一寸就是人黄倒马 听得懂吗 对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王军医师应该已经收到了 对的 好 其实的倒马可能是大家对这个懂真不是很熟悉 就不大清楚这个倒马 这是懂事 那我简单讲一下 我简单一下讲董真 其实董公 看到我吗 董公 董公 那这本书是蛮好 但现在绝版了 很可惜 那这董公 董公是蒋介石 我们讲蒋公 这个最崇敬的针灸医师 那我们为什么叫倒马真呢 其实董公他是在山东捞山修道 成就了之后呢 他等于开了天幕 开了天幕 那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针法 跟董公特别喜欢马 特别喜欢马 这个特别喜欢马 所以呢 他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跟马有关 不好意思把那个一个学员的那个声音把它关起来 那倒马真 等于董真跟传统针灸最大区别 就是倒马真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我们是用主穴的形式来扎 所以都是三针三针 你看这个三间穴 钟白倒马 收山火 那这跟我们道家也是有关系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那就内经讲的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所以这个三 六 九 是懂 道 道的数 那为什么叫倒马真呢 你看一只马 四条腿 那如果是两条腿呢 就叫跪 他只能跪 站不起来 那如果是一只马三条腿呢 他什么 他站不住了 他一定要倒 所以就叫倒马真 倒马真就代表三针的意思 那他可以通三交 通天地 通天地人 合一 所以这个其实秘密有很多 但时间有限就 这边就不惨 就单纯讲 为什么要用倒马的意思 好的 张寒颖医师有问说 对于气血亏虚的脑梗后遗症 您这边有没有一些治疗方面的指导 有的 到时候我贴在那个群里面 好吗 有一些就是治疗脑梗后遗症的处方 经验 好吧 好的 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就贴到我们的这个 聊天对话框里面 打开音频 自己问也可以 这个开心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在诊所 我们也就是不仅仅是扎开心针 让这个诊所的气氛活跃起来 让大家都开心 这能够也有助于这个病气的释放 这其实是蛮有趣的 我第一次我到我刚才讲不是说我去昆明吗 去昆明然后我有他其实是有一个专门做茶的老师 他邀请我这个过去的 当时我过去的时候他们说阿东老师你有什么新的针法 我说有啊他跟他的徒弟两个人 我就用开心针帮他扎 我当时什么都没解释 就先扎了 扎了之后呢 这个很神奇的 就他们两个人 就因为他们是天天在一起的 大概有大概应该两三年了吧 然后之后呢扎针之后的三天 看到对方就在笑 一直笑 为什么笑不知道 他说阿东老师你这是扎了什么笑穴 但是其实开心很重要 因为扎了之后 开心之后其实可以让我们身心能够放松了 其实这开心针扎了之后 为什么能够致忧郁症呢 其实有很多是把我们这个泥丸宫打开了 泥丸宫打开呢 它八大陷体会分泌 多斑 血清术 脑内麻痹 甚至一些陷体全部都能分泌 所以能够治疗的适应诊是很广的 我们到家谈这个练精化器嘛 练气来养神 那神族还须嘛 现在还须还不了 但可以还壮 可以还壮 所以呢 像很多我的这些学生或者徒弟 他们用这个懂真 其实以前效果都非常好了 但笑要真跟懂真的区别在哪里呢 会怎么样 能够回春 这是有很多人跟我讲 就是扎了 就是他的一个月之后啊 很多人年轻五岁 甚至年轻十岁 而且医者不累啊 患者不痛啊 大家逍遥 真的 对对 这个 因为去过我们诊所或怎么样 都知道我们就是一定要开心啊 你不开心 你不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得太久啊 做做做做就抑郁了 对对对对 是是 林老师 会同名共振的 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这个手开心和足开心一直是加在一起用吗 还是分开用 它一般是分开用 但是如果老人家嘛 老人家其实久病重病嘛 你根本就调动不了 所以呢 你要四肢一起扎 效果就非常好 那我刚刚讲过那个李老师嘛 最近老师将近快八十岁了嘛 那血压很高 那这时候你说 临时去叫我找一个能够降压的穴位 我也找不清楚对吧 那你在临床上面一下子 我就想因为有一个学生他就是这样子嘛 左边扎开心 右边扎忘忧 然后再加这个猪开心 那我等于把这三个合起来一起用 那当下就要降压了 所以临床上其实我教了很多学生 这个他们的变化 这个是非常 他们用起来有时候比我用起来更加有效 所以像像我那个有一个刘国书 刘医师他是在爱尔兰的 他就是用消耗针法配合什么 我们这个能量比 他拿来治疗癌症 那这个是我没有的经验 但是他效果特别好 那这个他的癌症呢 他的所以我说未来有机会的话 可以请兵庞老师邀约一下 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英国学龄大讲堂 我们可以来开一个什么课呢 就是消耗针法的一个分享课 包括假如我讲这个三十病 常新冠 甚至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经验 那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体会不同 那就可以让大家更把这个消耗针法讲得更清楚 谢谢 是的 我们有这个想法 那以后我们关注我们 我们会以后会安排类似的这个分享会 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刚才这个问题 于老师问这个问题 跟我私聊也问这个问题 到手开心足开心 能不能够同事扎还是分开扎 其实这根据实义情况来定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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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临床上面 我觉得年轻人他本来就没什么大的问题 他就是头部供水的问题 那你老人家你或者是你中风 刚才不是有中风后一阵吗 其实这个也都可以一起扎的 那很多像我有一个那个医师姓范吧 范文靖范医师 他也在我们那个群里面 一些很多他的一些神奇的遗案 中风他甚至什么大脖子猝成那样子 扎了三次还怎么整个就消掉了 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会有他特殊的个案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患者找我扎 我就能扎得动 但他们都是用消耗针法 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的临床 创作一套自己的消耗针法 包括冰峰老师也是一样 他的灵动针法 再配合消耗针法 变成灵动消耗针法 但这就是冰光老师自己的针法 所以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 不要把自己的东西抛掉 因为毕竟都有三十年的经验 二三十年的经验 肯定是好东西 但是有一部分没讲清楚了 你就把消耗针法放在自己的治疗上面 强强联手嘛 那重点是医者不累 对不对 你心不累啊 第二个是什么 患者不痛啊 那疗效三倍 皆大欢喜 有何 对不对 有什么不好呢 黎老师你好 我想问个问题 你刚才说那个手开心 足开心 可以分开扎 我想知道那个手开心是左右在什么部位 足开心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扎 就是说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其实是这样子啦 就是其实我们懂事针灸嘛 分医到实时部位 每一个区段都可以治疗全身的毛病 那其实从全息口饮的缩饮来讲 手开心跟足开心 就是共振的部位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取在脚上而已 那我为什么会去 刚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手开心 但是有些老人痴呆的患者嘛 我就是想说既然有手开心 但应该也会有足开心嘛 那我就是这样子帮一个老人家94岁吧 当时呢 他来我家的时候呢 他其实都一定有小睡部 就是要两个人扛着他 他才能走 之后呢 他来找我 我就帮他扎十次嘛 手开心跟足开心 就这样 其他没有加任何穴位了 扎十次之后呢 他明显走路就平稳了 那记忆也就恢复了 就是扎了二十次之后呢 他走路就基本上就不 小睡部就没有了 那抓着我跟我聊天 聊了半个小时 他从他那个盘古开天开始讲 讲说他很工做的 他是这个那个老人家是在台北土城做那个什么 昂古粿 就是那种红粿 他跟日本人学的嘛 从那盘古开天讲了半个小时 他所有记忆都恢复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一般的小朋友或怎么样年轻人你先帮他扎这个手开心 其实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试音症都是有效的 还有冰封老师的解答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次分享这个逍遥真法开心真的应用的这次分享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 大家有问题可以就说大家有问题可以去这个群里面提也可以啊 因为时间是不早啊 那么呢 呃 林老师肯定会就是我们都会帮助解答如果要是没时间的话不担心啊 那好 我们感谢林老师今天的辛苦分享 那谭老师我们是不是今天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参见 谢谢林老师 谢谢冰封老师 谢谢谭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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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